歡迎收看參賽事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宛宗祥 參賽事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了解在一個正義性事件背後 特別需要關注的一個制度性跟結構方面的問題 那前一陣子這個高教工會曾經發行的一個連署 這個連署是希望能夠維護在大學 在人事特別教室聘任的這個有關 一直以來的所謂的三級三省制度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學校 不只是公立不只是私立大學 包括有些公立大學這個所謂的學校的行政權利 或是校長的權利其實也越來越大 而這越來越大除了在預算分配之外 在很多學校你都看到在人事的權利 所以校方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去引導 或是主導這個大學的人事的聘任 特別是所謂的教師的聘任 那教師的聘任事實上有他一定的專業性 以及他在大學內部自主的精神 但是其實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違反了這樣的一個精神 或者是他可能會帶來什麼樣的後遺症跟這個效果 今天在節目當中就要跟大家邀請到高教工會的林博毅 來跟大家談這樣的一件事情 郭毅你好 中翔好 科北請郭毅先跟我們講說 為什麼會開始發起這樣的一個聯署 對於工會來說 其實它的源頭是這幾年我們常常觀察到 大學發生說在教師聘任的時候 不只是在既有的三級三審 而是在這個制度之外 校方又會吝嗇許多的程序 例如說在這個系教坪在審查前 先由校長先來親自審查 或是說都已經 系之前先校長這樣一關 就校長變成回到一個最基層 來進行審查 對或者說三級三審都已經完了 校長又說他要親自面子 那這一類的批評 就所謂的第四審 對 第四審 這一類的批評很多 那過去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討論 那在最近又發生了包括像四星大學 涉及到把某一個系的老師 調移到另外一個系 卻沒有經過被調移那個系的老師的同意 稱之為 校方稱之為這叫改例 他們設了一個叫改例的辦 就是原本是隸屬於這個系 但是我轉到另外一個系 對 然後結果轉到的那個系 卻沒有系教坪審查這個事情的機會 所以這些事情累積而成功 會覺得有必要要推動一個制度性的改革跟糾正 就是說大學法裡面既然當初訂定的時候 決定說教師的聘任應該是要由教評會來審議的 那教評會之外這些例如行政權啊 例如說其他的因素他就不可以干涉進來 那如果這個原則輕易的被這樣子打開了 我們很擔心說未來會有很多的聘任案 會尋這種行政權的這種支持 然後就成為一個巧合 我們可以把不當的人事聘任給進入到我們的高的教育 因爲我們可以先從四星這個例子開始談 就是四星這樣的一個例子其實 從剛談的是說從某個系 然後再把它轉到另外一個系 那這個聘任的轉任的這個過程 是由校方去做決定的 那這件事情其實教育部後來也知道了 那教育部的態度是什麼 OK 四星其實涉及到一個規範的變動 在過去長久以來 A系的老師要到B系 其實也還是要經過B系的統一 要經過B系的系教評會審查 然後尋程序來評論他 也就是說也去進入到B系 經過一個三級三成 對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因為如果沒有 因為例如說我是法律系 要轉到社會系 我的學科不同 那社會系要審 我到底有沒有在他的領域裡面 合乎他們的專業 所以一定要經過他的程序 對 那基本上 過去不會稱這種案件叫做改例 基本上是聘任的一種 就是說我雖然已經聘到了學校裡面了 但我原本是法律系的隸屬 我要改到了社會系 那我要去應徵社會系的職權 對 那當然通常在過去 內部的這種轉移 它的標準可能會 跟外部進來行進的人 會有一點點的不同 但是基本上都會 程序上面一定會經過 這個教評會的審查程序 但是世新他改了一個規範 就是說 我們不確定世新校方 是不是因人設施啦 但是總之他去改了一個規範說 以後這種A系轉到B系的狀況呢 不用再經過B系的教評會 只要經過院長提名 校教評會 同意就可以 那它有一個程序 但是這個程序 是從院長到校教評 但是在原的系教評 或是院教評 這個階段就沒有了 對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大學裡面通常 系教評是最能夠審查 一個系的老師的專業程度 因為等於是同一個學門 他的學科專長是那一次 才看得懂 那如果你說到了校 搞不好 奠基系的校長 然後奠基系的教授啦 他是校長 要來審法律系的老師 專業 這個是天差地遠 沒有辦法 所以一般我們在學術的 不論說聘任 或者升等的審查 都會說要尊重 這個所謂系層級的 專業審查 或者說是外審 他送同才的專業審查 那在世新的這個案例裡面 他刻意去說 不用經過了系教評會 對 那他導致的一個結果 我們非常擔心就是說 到底轉過來的 被轉的這個科系 那這個老師 合不合不慌的專長 就沒有一個 妥適被審查的空間了 那教育部對這件事情 居然是採取了一個 比較順從的 世新大學校方的說法 教育部的決定是什麼 欸 教育部就是順從 世新的說法說 這種轉移科系呢 不是大學法裡面的 教師聘任的一種 它叫做改例 那既然是只是 內部的轉移科系 所以 這一個變動就可以 要怎麼變 就由大學自己來決定 那這邊會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 到底這樣的一個 改例的辦法 有沒有違反大學法的 法條的本身 或者是違反大學法 所彰顯的一個 大學自治的精神 而這個自治 當然不是一個大學 這個所謂的 管理階層的自治 可能是整體的 這種所謂的 學術制度 或者是所謂的 學術審查的這個精神 那第二個這個部分 就是說一個大學的校長 或是一個大學的行政單位 難道他沒有任用 聘任人的這種 所謂的權利嗎 他要做這樣一個 所謂的規範的調整 他只要沒有違法 難道是不行的嗎 如果今天是一個企業 企業當然例如說 總經理或董事長 有聘任的一個很高的權利 這個我們大概會予以尊重 因為他是所有權人 董事長是企業的所有權人 他本來就有說 我的財產要怎麼使用 那種自由 但大學不是這樣的一個組織 大學 之所以我們大學 還要規定 教師聘任 一定要經過教評會做生意 他的邏輯就是說 因為校長其實只是行政權 大學裡面 他的行政團隊負責營運說 教務正常 學務正常 總務正常 人事正常 但是 學術到底要怎麼發展 例如說 我們要聘什麼人 什麼人可以升等 什麼人可以當特聘教授 諸如此類的問題 是要回歸教評會 那教評會它的產生 其實是來自於 學科的分化 例如說 我們說所謂的三級三什麼 是說 系教評 院教評 校教評 那最核心 剛剛我們講說應該要尊重的是 專業審查的部分 通常就是系教的部分 那如果在升等的事情 可能會涉及到要送外審 所謂外審是送到我的同儕 跟我同一個領域的人的專業審查 那都不會是所謂的校長 行政權這邊可以自意介入的 它其實捍衛就是說 學術的一個邏輯 它必須是要來自於學術的專業自主 專業自主不會是行政權可以感涉 或者適合做最適當的決定 它一定是回歸到你的學科內部社群的民主 來做判斷跟決定 也就是說 即使這件事情沒有違反了這個大學法 或是有關大學的行政管理的部分 可是在精神上面 它恐怕是所謂的 剛剛談到專業自主 或者是所謂內部民主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而這個對整個大學教育 或是所謂的大學的自主性 也是一種影響 的確會很劇烈 雖然表象上看起來只是一件小事 好像只是一個人移到了某個系所 它會產生一個骨牌效應 因為這個年頭 大學的系所的員額 其實很常都發生是欲缺不補 或者說你要看校長的臉色 然後光這個都已經對系所來講 他要擔心說我們教師員 夠不夠要看校方臉色 各況要到了員額以後 他又要擔心說 我這個聘等人 是不是校方屬意的人 如果 然後像是在改例的辦法 這種邏輯裡面 甚至我就是有員額 他也可以塞他想要的人 就由院長提名 校教沒有同意 就直接塞進來 我的系所變成不能自己來決定 我要聘什麼需要的專長 什麼樣合適的人選 他對於整個大學高等教育的發展 會產生一種 違反了專業發展的邏輯 他會是由行政主導的邏輯 那行政主導的邏輯 我相信行政權一直會說 他們有他們的優勢考量 但是我覺得 那就不會是學術社群內部的考量 例如說他可能會考量的是 哪一個老師能夠找進比較多的錢 找進比較多funding 比較有社會知名度 或者甚至不好的就是 誰跟他們有群帶關係 這會是他們優先的考量 通常行政是這樣考量 但是學術社群不是 學術社群是哪些是學生需要的 是我們學術社群現在缺的 或者他學術卓越的 對那這兩個考量是 在經常會發生抵觸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待會我們會再繼續的談 我簡單這邊說一下就是 這是兩套不同的邏輯 一種就是所謂的學術自主 或者是所謂的教育方面的邏輯 另外一個所謂的行政的這個邏輯 而這行政邏輯 其實最近這幾年的大學的發展 越來越強調所謂的 績效化商品化 KPI化 所以這樣的一種發展的方式 在國藝的角度 或總高教科學的角度 會覺得說 那原本大學應該是自主 是一種多樣 是一種多元 那或者是他有很重要的 內部民主的精神 但是一旦這樣的所謂的行政權力 只有回歸到了這個所謂的校方 或是行政單位的時候 他會越往剛談到的這種所謂的 績效化的發展 那這個其實對所謂的大學教育 本身是一個傷害 那除了這個事情的這個狀況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例子也是 也是被討論的非常多 特別是在所謂的政治大學的 這個所謂的人事評論 我們看到徐志榮這個教授 他其實在臉書上面 非常不客氣地批評這個周行一校長 你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而這個事情 他又有什麼樣的問題 政大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地政系 徐志榮老師他的地政系 要聘一個新的教師 有員額了 但是校長對他們說 還有他們的院長說 你這個要聘什麼人選 一定要先給我看過 然後才能夠去做這個 戲教評會的審查 如果你們弄的人 是我不同意的 你就是報上來 我最後也不會通過 坦白講 這個做法就是很顯然 我們剛才前面講的行政權 校長覺得說 我是校長 我好像官大 我學問就大 我可以先來看哪些人是適合的 但對於戲來講 這個是違反了他既有的傳統 既有我們傳統在聘人 就是西教評最了解說 我今年缺什麼課 想要聘什麼人 對那發生一個很劇烈的衝突 就我們了解這不是政大的特例 在很多的國立大學 私立大學 這幾年都發生這件事 就是校長 藉由這種 是要做類似 有時候是像這種 稱之為地零省 就是說根本還沒進入3030 他私下直接來放話 也有一些是經過程序性的 像政大其實是有程序 他叫做 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作業流程 原本就是說要送校長或校教評會 找幾人先行審閱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他這種先行審閱 就會架空了後面的審查 為什麼我舉個例 例如我們發起連署 就有老師告訴我們說 他們如何架空 他就只送兩個原額 給戲教評會決定 表面上還是可以給你選 但是一個就是校長的人選 想要的另外一個 他們正作為是來陪榜的 他故意找一個所謂表現 看起來沒那麼好的 就比較差的 那無論如何就逼了你戲教評 如果要原額 就一定只能選校長 你說這個是在於 戲開始的時候 這個想要聘的名單 是由校長指定 對 因為海選進來可能10個 對 不是一般就是海選 對 海選 但是這個新進教師審議委員會 就是還沒到戲教評之前 校長處理的這個地方 那海選的那10幾個呢 就沒了 就沒了 在新進委員會裡面 校長當然他會有一些說法 例如說我今年要的專長 就應該是什麼東西 或者我要有英語教學 要SCI幾篇 用這些形式性的邏輯 來幫他入社的人選 所以會設計一些辦法 讓那些可能有意願的 或是有不同專長 或是可能有些潛力的這些 或是甚至他本來表現的 研究就不錯的人 他肯定會被排除再往 非常可能 因為其實那是一個不公開的標準 或者說不透明的 隨時可以隨著校長個人的偏好來決定 然後最重要的是 校長明明不是這個學科的專業 他怎麼知道在這個學科裡面 什麼樣的人是所謂優秀的人 他只能看很表象的東西 例如是不是知名大學 有幾篇SCI 但這個跟實際他又不優秀是沒有關係 所以即使這個辦法是什麼 這個最粗的 最基礎的 這個所謂的標準是什麼 其實也是一個不清楚的資訊 經常是完全不清楚的 對就是 因為那個委員會到底怎麼審議 其實是不用對外公開 然後他的組成分子也是由校長來主導的 對 OK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剛回到是不是違反了大學法 或是違反大學法的精神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頭來請教國瑜 歡迎收看本週的大原仔報新聞 梅利華戈爾夫球場之前透過罷工爭取勞權 附近的幸福球場趕地 時日也發起罷工行動 因為去年40位趕地組織企業工會 要求球場替成員納勞健保 結果其中44名趕地遭到停班 幾乎半年沒領薪水 罷工過程衝突不斷 從罷工開始 球場就出現多位不明人士 聲援勞團成員也遭到暴力威脅 而同一個球場內支持與反對罷工的趕地 也爆發多次衝突 拉好的就查現好幾度被扯開 有罷工趕地一度承受不住 同事間的責難和壓力 光潰落淚 球場認為所有高爾夫球業都將趕地 視為承攬關係 不需依照勞基法標準旅行 不過勞工局表明 雙方有實質的僱傭關係 應該納勞基法 而工會一次遭到球場打壓 40人遭停班 此事則將交法律裁決 深澳電廠擴建正義燃燒至今 已經快一個月 環保團體聯合醫師和各黨派立委召開記者會 呼籲政府不要讓深澳居民和附近瑞賓國小的學生 承受燃眉毒害 應該盡速測回此案 電廠附近500多公尺就是瑞賓國小 比起雲林許措國小距離6000的900公尺還要近 雖然中間隔著山丘 但環團擔心 深澳附近地形加上逆溫層效應 會讓當地成為恐怖大門鍋 趙化縣醫療界聯盟理事長錢建文表示 燃煤電廠在什麼超超零件 仍然比燃氣還要長很多 因為含有二氧化硫、代曜星等中金屬 也有深澳在地居民表示 整個案子的討論沒有採納居民的反對意見 根據過去電廠執行期間的經驗 居民已經不想再有第二次 台鐵再報勞資糾紛 台鐵產業公會指控 員工如果輪值替班 公時從8小時變為12小時超過4次 台鐵就會形同變形公時 造成加班越多卻領得越少的狀況 公會要求勞動部趕快勞減 公會指出 原本公時8小時的台鐵員工 如果輪值替班 公時會變成12小時 替班的加班費每次以3小時計算 但是如果在兩週內 輪替班超過4次 台鐵便會視為變形公時 加班費以1.2小時計算 也就是說 兩週內如果輪值替班3次 會有9小時的加班 但是如果輪值4次 反而變成依照變形公時 只有4.8小時加班 根本是可口加班費 台鐵回應 因為台鐵員工同時具有勞工及公務員身份 有些扣架計算方式會比照公務員 必須等全去補修法 台鐵才會比照新法辦理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直播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的觀眾 想要在剛剛大圓仔報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幸福球場的這個干地的罷工的行動 其實我們在幾個月之前也談到的另外一個球場 美麗華球場的這個罷工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嚴重的一個現象 就是這些可能在高爾夫球場每天日日夜夜 晶晶夜夜的工作 這個十幾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這些 這個所謂的干地這些 在這邊為這些運動也好 或者是這些比較有錢的這些所謂的大老闆來服務的這些人 可是他們可能連基本的這種所謂的勞健保也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僱傭關係 其實反而是一個承攬 那這個對他們的基本的權益 或者是之後的勞退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會有這樣一個抗爭其實反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一件事情去瞭解 我們自己周圍我們自己身邊 是不是也存在更多這種不合理的這種所謂的契約關係 而這樣的議題我們要持續的也繼續來關注 那回到我們節目現場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就是高校公會的博弈要來跟我們繼續談 有關於大學三級三省的部分 剛剛是談到了有關於政大出現的這個第四省的問題 其實我們剛剛看了這麼多 從我們的角度來講也許是覺得會非常的荒謬 或是非常不可思議 可是從一個行政的角度來講 他們會有自己的考量 但是它同時也會涉及到說 我如果沒有違法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那從這個政大例子來看 就是剛剛我們問到像市信的狀況 這樣的一個做法是有違法的嗎 我們成立的第四省或是在這個所謂的第0省這個狀況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這種所謂的期待跟要求 這是不行的嗎 在法律上不允許的嗎 我覺得法律的警示要回到它的立法目的 大學法第20條之所以規定 大學的教師的聘任要經過教師評審委員會來做決定 那你在這一個框架下 它原本的目的就是說 等於要由專業審查來決定 不能由行政局決定 然後結果大學儘管保留了教評會 但是它架空它 它在之前或之後令社行政可以介入的關卡 它其實是實質上面會讓教評會的權限高度的弱化 所以究竟有沒有違法 其實要從它的這個設定的制度 客觀上面會不會侵害到了法律原本要保障的這個 專業審查的這個目的來看 那我們覺得以政大這樣聽到的消息 校長都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來向系所甚至院長放話了 說我要的人你不給我先看 你聘的人如果沒先給我看過 不是我要的人 你們聘了我也不會同意 這代表說它藉由先看過 以及藉由事後同意這件事情 來整個架空了專業審查的範圍 那就是沒有違法也是極端的不當 何況說它是一個首區指標的人文社會的大學 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對於校內的老師是完全不能接受 那我覺得教育部在這邊不能說是謝則 因為大學法到底要如何使用 其實是教育部作為主管機關要做事法性監督的 他不能說你大學校內已經變成一種類似校長獨裁的狀況 然後你都還說這個是大學自治 是好像沒有很明顯違反的法令 那他就不予進行合理合法的監督 這倒有趣 那個大學自治到底指的是什麼 就是好像我們現在才談大學自治 就是外面的各式各樣的行政權 或是各式各樣的這種力量 他不應該去干預到這個校內的自主 但是這個自主到底是屬於誰的自主 這恐怕還是要更進一步的去釐清 是行政單位自主來決定這一切呢 還是由下而上的這個所謂民主治理 來去決定整個國 這個所謂的學校的這個發展 那待會兒我們有機會可以再進一步 再針對這個部分再做一些釐清跟討論 可是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很多的校方 有些校方可能會覺得說 可是我們現在在全球競爭的時代嗎 那我們人才的需求恐急嘛 那我們也希望國外的這些大咖 這些大師或者是這些 從外面學有專精的台灣的這些留學生可以回來 可是現有的三級三省制度 其實是有一個耗費的時間是比較長 那如果透過這一種做法 會不會讓人才就不回來了 就直接跑到別的地方去 或是讓原本想要聘任的人 覺得你們這些程序實在是太麻煩了 那這些我們好不容易邀請到國外的這些大師大咖 他願意到台灣來上課來教書 他會不會就不來了呢 我覺得大學校方 因為政大對這次校長就提出了這個說法 我們認為這完全是一個藉口 因為他的手段跟他的目的是完全不相符 怎麼說 我們呢如果說要讓 其實任何一個大學開的職位 的確都是應該跟全世界進行開放 對 我們要主動採取行政手段 例如張貼廣告甚至個別的邀請 讓他來投履歷 這個不是我們法律禁止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進來誰做審查這件事情 不可以由行政權來審查 你要你就是要尋管 藉由的制度 由專業的系所來進行審查 因為只有專業系所知道 我們系所要的人才是什麼 然後這不是校長自己能決定 所以校長他要到全世界去招攬人才 我們非常的支持 但是跟誰可以做決定這件事情 是兩件事情 那會不會我招攬來 結果你們搞了那麼久 然後你們又不願意不同 一旦怎麼辦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招攬來的人 到底合不合適 不是你校長其實你也不知道 就是你如果是電機器 你怎麼知道法律系的專業水準 不是說哈佛長頓等這些 只是一個一部分而已 他到底在台灣合不合適 一定是要回歸到系所專業的審查 那我們的確也聽過一種詬病 就是台灣的這個三級三省太攏長了 人才等了半年 是沒辦法等那麼久 我覺得的確可以做一些改善 例如說 尤其是在系院還有校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院跟校 坦白講也是隔行如隔山了 他不是最合適來做審查的機關 所以他應該是原則上 都要高度尊重系的決定 那在過去台灣的確有一種漏系 就是說 好像我院跟校比你系高 我就是老大 我可以擺架子 你的人 其實在過去馬上就擋你 其實會比較是偏向刑事審 對 如果是刑事審 就是比較合理的 那惡劣的就是 他會去做一些不當的干預 那我說 的確我們可以做行政指導 甚至要立法也可以 讓院跟校 真的要進入到是比較只看刑事 就是說你這個人合不合我們招聘的標準 這個客觀的 相關的學歷 或是選諸如此類 那到底專不專業 回到系的審查 或者系為由外省 這個才是可以忍受的一個聘人方式 而不要讓 他這樣子 他可以讓他的速度可以變快 然後 他要去向全世界招攬人才 校方要提供資源協助系 來找進更多人來投履歷 這個我們也是高度的支持 但不是說你校方可以變成另外第四官 其實我們知道增加的第四官 只是讓審查更長 然後更加的產生不確定的營作 回到我們剛剛談到的一個議題就是 到底什麼叫做大學自主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時候 教育部或是外面的這個 可能是各式各樣的政治人物 會對於大學的某些運作 是覺得這是不妥的或是不當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這大學自主外界不能干預 可是回到剛剛談到這個case裡面 又會看到說 那大學自主 可是會不會是一種大學內部的 行政權的這種所謂的干預呢 那這個自主到底是屬於誰的自主 什麼樣的自主才能夠符合那個大學真正的精神 所以所謂的大學自主大學自主 他不能是行政獨裁 其實他原本在這個理論層次上 目標是要保障學術自由 所以學術自由呢 他的目標是保障學術自由 不是讓學術內部變成一個獨裁的場合 所以保障學術自由 他想到第一個是說 所以政府不可以隨便的介入他 但是政府不介入了以後 是不是學術就自由了 也不一定 學術內部假如校長可以隨便的介入 還是不自由的 所以他同時要保障 學術社群內部呢 就例如說大學法這個精神 你在聘任升等這些事情 要由學術社群自己來做審查 不能由行政 就是說像校長這種來干預 基本上他的設計是這樣 所以我們對大學自主的討論 不能只討論說政府不要介入 甚至說學校如果已經做違法的事情了 例如可能違反大學法的這種行政介入 政府還不介入 那你只是放任校內的這種 可以說是行政惡霸 可以繼續的更獨裁 而且的確這幾年 其實一般社會長可能沒有注意到 大學裡面的校長的權力 是比以前更大的 以前大學校長還是比較虛偽一點點 我說他不是有那麼大的實質權力 因為各系所他自己就運行 這幾年隨著說大學他的計畫量變大 然後跟事務變複雜 員額變緊縮 資源變少 都讓校長控制各系所的機會變強烈 那如果系所違背了校長的意志的話 校長第一個不給你員額 第二個甚至搞不好 甚至可以把你的系給關掉 那教師說不定就要失業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面 我們對於大學自主 學術自由的理解 不能停留在表象 是說外界不要干涉 要討論是內部實質 他到底有沒有確保他自主 這其實除了剛剛談到人事權之外 其實還蠻大的一個狀況 會是來自於在經費的分配上面 就例如說剛剛談到的 各式各樣的這種所謂的計畫 那當然計畫就會出現管理費 或者其他 那或者是說 我們今天在做一個推動推行的時候 我們需要經費 但經費其實不見得 每個系手的分配可能不是有限 但是反而其他的 校方的款項是可以去支持 這樣的一個計畫的推動 那反而也是另外一種控制不是嗎 的確是 所以其實我們公務員也呼籲 就是政府應該要給大學 甚至包括系手 要有常態性的經費為主 所謂競爭性的計畫性的經費 應該是輔助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趨勢是相反的 它基本上 刪減你的常態性的經費 增加競爭型的計畫型的經費 那它對於大學 它一來會產生這個所謂 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公平 二來就是我們說 行政權的干預的機會 越來越大 我們過去都聽過發生一種案例 這個當然是很極端 就是說 校長甚至會要求你系所 你的這個計畫案 一定要把這個主持人 或者主持費 要回饋給我校長個人 或者做這種不當的這種要求 他說不然的話 你計畫我就會讓你之後中斷 等於是一種類似勒索的狀態 那我覺得在今天的大學裡面 可是這樣是少數吧 的確是少數 但是我們只要看一個比喻 例如說比較 過去大學裡面的聘任的這種 這種我們說不正常的狀況 已經有耳聞了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再放任說 讓校方更可以介入這個評論 其實很容易發生 像中小學教師徵選裡面 常常聽到一些弊案 什麼你要吃下這個送紅包給校長 你才能夠換到機會 這種弊案的產生的源頭就是 因為校長可以去介入教師徵選的過程 那大學過去之所以還沒那麼強烈 是因為校長還不能明目張膽的介入 假如未來他可以理所當然的 有第0省第4省產生的時候呢 我們很擔心在高等教育裡面 這種歪風會越來越強烈 不過說實在 這並不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只不過他可能是來自於校長 這樣一個被認為行政單位的角色介入 可是說實在很多私立大學董事會 或是其他的這種所謂的 在人事權的介入上面 其實是越來越普遍 或者他其實也是一個 至少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不是嗎 在公會裡面所接觸到的例子 有這樣一種狀況嗎 的確就是不只是校長 包括董事會 這恐怕比這個校長還平凡 還要平凡 就是說董事會的親信 才能夠進入到這個平凡 所以我們覺得他 他的整個制度的改革 是要看到說現在已經 閉案重重 或者黑箱重重 你要高度的更強化學術專業審查那一面 對 那他現在教育部的態度卻不是這樣 卻是說 那好像沒有明顯違法 那我就放任他去繼續做 的確他就會讓那種狀況更多 那我們的確在私立大學院校看到那種 得罪董事會 或者你是他的親信才進得來 不是他的親信 你搞不好甚至被不續聘 的威脅的狀況很常聽到 那 我們幾乎難以想像 我在壯處醫院校的老師 他 怎麼做一個所謂有學術自主的一個工作者 他整天要擔心說我會不會得罪當道 他甚至連批評學校裡面不合理的事情 的這種自由都沒有 那遑論有什麼學術自由 等一下我想有一個大學非常重要的 就是剛剛談到的所謂的專業的自主 或是所謂的內部民主 而這個專業自主跟內部民主 恐怕非常在意的一個就是 剛剛最起碼的這個三級三成 是一個最留下而上的一種所謂精神的 這種實踐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這幾年 在大學的這個自主上面 其實面臨到的所謂干預也越來越多 造成這個問題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最後請博一來告訴各位 那如果面對這樣一種所謂的 很不合理的狀況底下 現在大學老師還可以做什麼 OK 坦白講我們最大的呼籲 就是說 除了我們期望說 校方不要繼續干預 不要違法 然後政府要支持這個專業審查之外 我覺得最主要老師自己要團結起來 就是說這種行政干預 他看準的是說 我干預你好像也只是順從 你也不敢怎樣 但如果老師們敢出來揭發 這種不當的干預 然後老師們敢出來組織起來 例如加入公會 來對於不當的制度 不論說採取連署啦 投書啦 發表言論啦 甚至上街抗議 我相信對政府來講 這才真的會產生壓力 他不能再繼續跟既有的這些董事會啦 校長集團 就是站在一起 他必須要回應 社會已經講說 所以我們高職教育 不但是現在少子女化 產生很多問題 甚至連內部的學術審查 都發生了這種歪風了 那絕對不能再放人下去 那我覺得教職員工的這個組織跟行動 是能不能改革這件事情的關鍵 其實很重要的是 所謂的大學的事情 不會是只有學校的事情 也不會是只有教職員的事情 也不會是只有學生的事情 而是整體社會 都必須要去關注的一個議題 一個大學能不能夠自主 他的專業能不能夠自主 能不能夠發揮 事實上非常重要的是在於 這個社會到底有多大的支持 而這個自不自主 其實也會影響到 整個國家的發展 整個未來的發展 會不會朝向 是一種某種專制主義 或是商業型的專制主義 去發展 這個對一個大學的精神 一個國家的精神 是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謝謝博弈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博弈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公眾再會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